A股始终都是政策师 大的牛市或者近几年的结构性牛市 都有政策的推动在里面 也有贴身监管的态度所产生的一个效果 所以A股在底层上面是有强烈的政策师的私材的 第二个股市这东西 它确实是国民经济的情欲表 它也要反映出投资价值 就短期可以忽略长期了你绕不过去 那第三个它又有供求关系的问题 就是资金和股票供给这样的一个平衡问题 所以我们看A股是不缺牛市的 但是牛市牛过以后也会伴随着就出现调整市 非牛市出现了这种状况 那么另外市场又是情绪化的 有时候政策做多市场的响应过度产生投机性 也会引来政策的反向的调控 这样的政策师是包括做多也包括做空的 就不是说政策师就只有做多一条路 我们看历史上面在极端牛市里头 都会有伴随着中间就政策的反恐 所以很多年轻人小白 或者很多人在市场里头 一个不敏感的可能以为说政策是要做多一种选择 其实牛市很多时候失败是因为场内过度投机 然后引来政策的反向操作 2015年很典型 对吧 5月份往6月份走的时候 就出现了政策的反向 出现了希望慢一慢的 这样一个调控的一个措施 那如果我们再往前看的话呢 2017年的530那就很典型 就是打击市场的过度投机 那个呢 甚至被说成是半夜计较 对吧 那很明显是政策的踩刹车 让道车 那如果再往前看的话呢 1996年97年那波 香港回归的那波 著名的12道金牌 对吧 每道金牌呢 都代表政策呢 在做空 在交停 这也是很明显的 这个政策做空 如果我们再往前看 1995年的时候 过加龙的资金 在国内股市上面呢 兴奋作浪 当时的朱老板 准备了一万口棺材 也是政策做空 所以呢 很多人说起来政策的时候呢 会以为说政策呢 只做多不做空 政策呢 是要维护大局的稳定 也会维护呢 这个金融的安全 那金融的安全是什么意思 跌多了会有安全问题 涨多了 涨风了 也有安全问题 所以从政策的角度来讲呢 在阶段性的政策 做多和政策做空 都是很正常的 很多人不懂这些 我们今天呢 顺便补补课 把这一条呢 加上去 就中国股市呢 有浓厚的 政策式的 食材 第二一个呢 中国股市的政策选择 有做多的 也有做空 做多呢 是为了激发市场 释放活力 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做空呢 是因为股市呢 过度投机 本末到字 给社会稳定 和经济安全 带来 威胁 这样的政策 是会做空的 今天我们来 补一下这小课 我们来说